安裝玉子鎖的時候我們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就是自己大門的修改 第二種是新訂做大門的安裝 那以下面這個方塊來說 我們這個黑色線線的方塊來說 我們把它當作是原先既有舊鎖要修改的一個區塊 那上面這個區塊是新訂做大門 完全沒有任何開口的部分 好 那我們從下面這邊開始說明 如果是既有的大門的話 我們要先看到原先大門 它安裝了什麼樣的傳統鎖 那再按它原先傳統鎖的孔位 去進行修改或者修復的動作 那修改的話難免會留下一些 有可能無法覆蓋的螺絲桶 或其他的一些沒有沒有美觀的位置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能夠修復到 我們就會使用一些修飾螺絲 第一層出去打片來進行修改 那如果你要想要讓它實權實美的話 那我就很建議你要先考慮一下 或者可以在安裝之前先詢問一下 安裝的計時跟廠商 以這扇門的修改方式 目前看得到的話 這扇門上面原先就已經裝了一個原先輔助手 還有一個把手的拉扎 其實這類型的應該是會用在這個 房間部門的情況下比較多 其實用來像大門的話 其實顯得很不夠老 不理 基本上這兩種類型的鎖 它其實沒有什麼安全性 好像是裝好看 那以這類型的鎖的話 我們這次安裝的話 我們選擇的是主鎖 那主鎖的話 安裝上大門的好處就是說 自己車型的把手 護眼比一般輔助手還要來個來個強 那主鎖在安裝的時候會有一個鎖定 它是要置入你這個門的中間 你就會說要這樣塞進去 那要塞進去的話 就必須要有一個像這樣一個 長方形的缺口對不對 那如果以這樣來說的話 肯定是沒有辦法塞進去 這時候我們在試鎖的時候 除了把原先的鎖定卸下來之後 要對這個徹底進行切口 切成長方形 然後把鎖定給置入放進去 那第二個階段的話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話 是這個新門的部分 新門的部分 我們如果我們把他想像的 這是完全未開口的門的話 全部都是 都是沒有挖過洞的 那我很建議 如果你是新貢電子鎖的住戶 軟體是新訂座的話 你一定要新買 引號電子鎖給門長開口 不要單純給他這個開口服務 連鎖一起進去 這樣可以運送過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開錯口服的問題 那主機本身裡面 它有開口服以外 我們可以用開口服 門長就用開口服 去進行這個開口 那開口服的檢查鎖 然後對著這個虛線 把它套過來的時候 對著它的口服進行 劃曲曲的動作 這樣劃好之後 沿著動進去開口就可以 那如果是手加部分 手加部分我們在做 這部分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因為當你的硬子鎖 如果你有買好手 讓門長開口的話 這個施工起來會比較漂亮 因為如果完全沒有開口的話 讓一般的 施工具都施作的時候 因為人不是機器的話 拿著切割的殺人機 在這個位置進行直徑切割 肯定會抖 肯定不會直的 那 鎖夾一旦放進去的時候 這個磁線跟它的 我剛剛有切割線 一旦靠人的時候 就更明顯地看到它 噢沒有狠 關心很大了 好 那最初我說 一定要切開的手 讓門長開 那 開口的話 他們會做內側 當我們鎖手要放進去的時候 上下必須要鎖螺絲固定住 對嗎 那如果我們直接這樣 上手上去 好 其實我們從側邊 手去摸的話 會摸到出來了鐵片 所以我們常常把我們做的內檔 上手固定的內檔 像這樣L型 當我們手底一旦塞進去的時候 這個螺絲可以擋住它 然後就鎖在這個內檔上面 也就是說 當我們鎖螺絲上去的時候 然後一旦它這樣往上去的時候 用我們的手 往下摸 照理說似乎都要有鐵片對不對 那如果說讓 師傅去做成 門長師傅去做成內檔的話 內側 每次說我這個鎖螺絲 這個鐵片已經下線 下沉進去 跟這個平面 是一體的 所以我們從側面摸下去 它就是一個平面 這樣子會比較沒問題 然後原解是心靈做大 我會讓師傅這樣 會改改的七二二七八糟的話 我會講這樣也蠻驚人的 那如果說 我剛剛說過外檔的方式 通常會做到外檔的部分 比較有可能的話 是大門的四後修改 大門的四後修改 接好上面這樣 長方形的桶裝之後 把鎖跌往內扇 那你也可以肯定 就是落在這個 門的 門側的外面 所以 手只要從側面扭挖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 有一個橘片兩柱 這個就是外檔 內檔的話 會比外檔來的更難 那外檔的話 通常會留下更多的間隙 所以說 門縫會比較大 有將會有沒有沒辦法 安全度留在這邊 如果我們在 安裝電子鎖的時候 門框這邊 通常是用外檔的沒有錯 但是我們門扇的部分 我們盡量用內檔的方式 才不會外檔的 門框的厚度跟門扇 門扇鐵邊的厚度 兩個相加的厚度太多 會讓整扇大門 再關起來密合的時候 這一個間隙太大 那間隙太大的話 就有可能像我們網路上 可以插入橡膠片 去進行開鎖 所以說 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盡量 門框我們做外檔的沒有問題 那門扇的時候 務必 如果是新訂製大門的話 我們會去使用 內檔的失措方式 那當然如果原先是 舊大門要進行修改的時候 我們用到外檔的方式 基本上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最少會有這個轉折 來做一個 比如說塑膠片入侵的保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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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